好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出席由不获生命学院主班的老爸老妈来上课 又来到新的一个星期了 今天是10月17号 我们星期一 我们要继续跟梅子老师来学习缠绕艺术这件事 上星期我们跟老师学习了圆与圆 下星期我们会跟老师学习舌与德 今天我们来跟老师学习缠与缠 都很有味道的题目 马上请出梅子老师 谢谢小卫老师 今天很高兴 能够继续在星期一美好的早上 来跟大家见面 今天我们会画的是禅与禅 虽然读音一样 但是它的含义和字体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个禅与禅对你而言又是什么呢 好 让我们就进入创作的时间吧 好 同样的 今天我们会用的是 我是用在15乘15的 其实我是用的粉彩值来的 这样你们是用什么都可以 然后呢我会用比较粗的那个 那个匹马笔或者是identity笔都可以 就是都可以 我会用有08的 01 05 这可能我都会用到 还有铅笔 totillion 好嘞 那首先呢 我在中间这个位置 我就同样的点四个点 可能有些朋友我不要点四个点 但我就是画个圆圈都可以 或者任何形态都可以 自己喜欢 轻轻的 就只轻到你自己看到就好了 我这个其实都略为有点大力了 因为我要给你们看到而已 要不然平时我是很轻很轻的 再给它一个框 用铅笔 我们缠绕 我再复习一下 我们有五个很基本的元素 哪五个呢 就是 点 线条 半圆 曲线 还有圆 线 我们需要画任何线的图形 只有 只要你会这五个最基本的元素 你就可以了 好 我这个狂画了呢 之后我就会 线与线啊 嗯 这一个 一个字 它两个 一个是 禅修的禅 一个是纠缠的禅 两个从字面上 其实就已经是 有一个感觉到一个很平和很平静 另外一个就是 很 很繁琐 很很 很烦躁的感觉 有吗 可能你们的那个理解和我的不太一样 哈 但是 对我而言呢 这两个哈 其实也是相辅相成的东西来的 好像 在我开始哈 要开始 我是用那个pigma笔哈 或者是你要用identify都可以哈 我就开始 我先画一个半圆 我这个半圆呢 我这个半圆呢 从哪里 开始都可以啊 那个半圆往下面画哈 要从哪里开始都可以 这样呢 我选择在中间开始 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一边开始 斜角这样开始都可以 啊 你们自己的选择 啊 而且我觉得斜角也不错 这样我就有点斜吧 我从这一边 我一个半圆 因为 因为你要自己穿过去也可以 我就imagine它是在后面穿过的哈 半圆 然后呢 我再画另外一个半圆 就可能要跟我一下 就可能要跟一点点哈 我再画另外一个半圆呢 其实就是 从这一边再画过来 我再画另外一个半圆 你若是讲没有对到很准 你自己再 再补回去也是ok的 没有问题 他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若是没有没有没有对准的话 补回上去就好了 嗯 好 我再来哈 我再来画一个半圆 我就从 不是不是立即在这边哈 有点空空隙的地方 有点空隙的地方 有点空隙的地方 空多少自己喜欢 像我再画另外一个半圆 你看啊 我这个半圆就没有 没有 没有动到上面那一个 就没有动到 没有关系 我补回上去 我就把它补回上去哈 没有问题的 嗯 嗯 好 我再画第三个半圆哈 我再画第三个半圆 我再画第三个半圆 你要大的要小的都可以哈 你看我没有画到准哈 我补回上去 没有跟到的朋友 我再画一次 没有关系 慢慢来哈 嗯 这个是需要跟我一点点 只有这个部分罢了 是需要跟我一点点而已哈 只有这个部分 OK 来哈 它是这样的 我就是一个半圆 然后呢 我就另外一个半圆 就是这样 画过来 你看 没有对准 没有对到准准是没有关系 我再补回上去 看到吗 有一个毛眼睛这样 OK 然后呢 我再来另外一个半圆呢 就是在 像个 啊 远一点点的地方 再来一个半圆 嗯 你看这没有对准没有关系 我再补回上去 同样 你要 你要多少个半圆都可以的哈 就看你的纸有多大 还有这你的半圆有画多大 其实也是会determine就是 嗯 你有多少个半圆哈 你看 我有一个半圆 两个半圆 三个半圆 四个半圆 我再画多一个 五个半圆 嗯 嗯 嗯 就这样 这个 其实它的做法是一样 只是这个哈 我把那框留白而已 嗯 好 这样我再接下去哈 我再接下去哈 我再接下去画的那个哈 哈 就是很容易罢了的 你看啊 我就在半圆的 从上面到下面哈 我再夹一个aura给它 这个半圆我夹一个aura给它 嗯 然后呢 这个半圆我也夹一个aura给它 你可以转纸啊 用自己舒服的方式来去 画那个aura 嗯 哦 然后同样的 每一个半圆我夹那个aura给它 嗯 哦 就是以此类推哈 以此类推就继续下去 这边也是一样 就夹aura给它 嗯 嗯 同样的在这一个 这边也是夹aura给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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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忽然间觉得就是 它不会是两个的在后面的 可能是给我穿来前面 也可以 还是你完全就在后面也是可以的 这个有点像那个扭绳 它是两条线这样扭在一起 它那两条线扭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那线条这样扭在一起 这就是我所谓的缠 就缠绕在一起 你看到吗 那线条这样缠绕在一起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人生中很多烦恼 就是有不断的那个纠缠 人世间的纠缠 钱财上的纠缠 或者是种种 与病痛的那个纠缠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人世中 所会面临的一些 或多或少或大 或重或轻的一些纠缠 这些纠缠的纠缠 这些纠缠的纠缠 像这边我就从这里 你会看到就是 我会再把它延伸出来 你先延伸一点点 先延伸一点点 你看这边我先延伸出来一点点 然后它在这边你看它这个地方它就也可以延伸出来的 这个可能我看我要延伸长一点点的 然后第二个我在这里 我延伸可能我延伸长一点点的 然后呢 我可以把这个变成 A Forkroot 然后我可以在旁边也延伸 这样延伸 也可以哦 就好像那葡萄这样一串一串 嗯 嗯 你要多少个都可以 你看这边我还可以在家吗 可以在家你可以在家都可以哦 嗯 可能这边哦 另外一个这边哦 你看到这边吗 它这个 它这个loop啊 过来这边那时候 它就停在这里了嘛 它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再延伸出去 同样的再看它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再延伸出去 你要怎么延伸都可以 你可以穿在它后面那样过也可以哦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延伸的 我可以有一个就是这样的 我穿过去 我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分子 这样 在这边 一个在这边 我这样穿过去这边 我imagine它在后面过过过 过 这边过去呢 这边过去呢 那里 穿过去 嗯 这个呢 就好像有些那个草哦 它是会有分 就是它会有那个枝芽 这样分开 可能我这个就是有那个枝芽 这样分开嘛 我来到这边呢 我也可以再把它分开 都可以 嗯 你看它有很多种方式的哦 然后在这里呢 我也可以试 嗯 结果 然后这边呢 很可能是 或者是呢 哎 它是 Hulk Leaf Yapian 都可以 嗯 而这边呢 我就让它呈现是 Hulk Leaf 就是 Yapian的形态 嗯 你看哦 有很多时候啊 如果我很 就是一板一眼的就画 嗯 出来的话就一直这样 和我这样 在有那个Overlapping啊 有这个所谓的纠缠啊 它这样的话出来 也有不一样的美啊 这个更有那个生命力 就有那么大自然啊 很多那个 那个花草漫藤啊 其实它们都是互相 依偎着成长的 嗯 好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你看这边哦 我也是可以从这边 往外延伸 我这个呢 我可能就 涨一个 我来长这一个 这样的 嗯 OK 我画 先画三个 圆圈 好像糖葫芦这样 嗯 然后呢 在旁边这边哦 我再加 嗯 那个 半圆这样 半圆 半圆 有没有像 一点像那个 冰糖葫芦 嗯 在旁边哦 我们就再 扁一点点 就随意的哈 这个 我的那个目的是 要把它变成圆形而已 哦 可能这边也有 好 这边我可以加一个 然后这边 然后这边 可能也是另外一片 不一定要很多东西的 然后这边呢 也可以由我们发挥 你要怎么发挥都可以 例如可能 我也是会 有时候禅与禅 在很多时候 我们要得到那个 禅定的心 有时候就是我们得到 另外一个所谓禅 就是很平静的 那个感觉和静静 有时候我们讲修行 我听过很多朋友跟我分享 在苦难中 我们才能够去修行 有时候也是真的 有时候在挑战中 我们才能够学习到更多 就好像说 在这里 就在一个纠缠的那个情况里面 但是呢 我们都能够呢 摇曳一身化 如果呢 我们把它一直不断地 一直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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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个无尽头的 丑与丑 就是真的是一个无尽头的那个 就是真的是一个无尽头的那个 那个禅绕 就禅的禅 但是我们把那个禅绕 变成禅绕 因是一样 但是这个是我们禅修的禅 有很多时候呢 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一些挑战 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挑战 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 情感上的 还是身体上的 这些挑战呢 其实往往呢 都是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而发生的 在这里 甚至我要再加 我要再加 其实是OK的 比如说我要在旁边 我要加一些出来 要不然我在这里 我要再加一些出来 比如说我在这里 我觉得 这里吧 我要加一个 在这里出来 是很OK哦 这样 我在这里呢 我再把它转回进来 你不要这样做就可以 好 我觉得大概是够了 这样我就把这个 收了它 这个框 把回去玩 有时候 我们被一些烦恼纠缠 一些挑战纠缠的时候 我们选择 面对它迎难而上 所有事情到最后 其实只要我们努力了 它一定会是美好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到 那美好的结局的话 是证明还没有到最后 所有的挑战都是为了让我们 成就更好的自己 人生就好像打怪兽的游戏 我们 就是不断地挑战自己 面对挑战的时候 不断地迎难而上 把禅变成禅 那我们心态有时候 同样的心态 转变了 我们看东西 有时候 也会不同了 可能不是世界变了 而是我们的内心变了 我们的心大了 我们能容得下 整个世界了 有人讲过 宰相毒者能撑传 就是我们的毒量有多大 我们的心就有多大 我们的心有多大 我们的世界就有多大 我们就能够容纳多大的 这个我可以夹这个下来 画一个不一样的那个 不一样的这个 你不需要每一个都这样 而且它的方向不一定要一样 用比较幼的来画这个线条 禅与禅 让我们怎么样学习 把纠缠着我们 内心的一些纠结 把它 转换成 我们成长的一些养分 可能你会觉得 讲是很容易 但是说的话 是很难的 我肯定 我会 绝对相信 并不容易 要不然我们 怎么教它 都挑战呢 但是 我们有没有 试过去尝试呢 又或者 其实那个 是不是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而已 根本没有那个挑战 是我们自己不断的自我纠缠 就是真的 我们心态一转一转 把那个纠缠的神结 把它变成 长出 花果的 曼藤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有 不一样的一番天地了 在这里呢 如果 我们还要再做一些 延伸的话呢 没有 你叫给阿天了 还要再后应过 可能如果是说 我还要去做一些 把我的背景啊 我涂黑啊 这样啊 都可以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决定 比如说这个 我就可以 在那边讲 一些这样 这样的一些 在曼藤里面 长出来的一些 细须 这样 也不需要很多啦 就是 大概大概就好了 还是你觉得 你的蝴蝶要出现的话 你可以画两只蝴蝶出来 我是没有意见啊 但我觉得我摆盘 我把这个蝉蝉蝉 画完了呢 最后呢 我会 签上我的名字 我还会 加那个暗影 你看 签哪里呢 OK 我决定我要签这里 哪里都可以 这个是我的签名 陈下面 传一场 有时候 只是在于 我们要不要迎难而上 我们要不要面对这个挑战 我知道不会简单 要不然 也不会是我们的挑战 但是我也并不是说主张 就是说可能在我们面对的挑战 我们一定要迎合别人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可能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纠缠 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无理的要求 还是什么 那个我也并不是说 我们一定就是要去迎合 因为它的底线是在于 我要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成长 而活得更加豁达 最重要的到最后 最后不是别人开心 是我们要我们自己 你要问自己的就是 我这样做了 我开心吗 又或者是 当然我也不能够是说 我伤害别人 然后我很开心 这个若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的话 可能我们也可以深思一下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通常都是我们让别人 我们伤害别人的话 我们应该会也会 其实我们在伤害别人的时候 我们自己本身也是受伤的那一个来的 那个是肯定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很多人 包括伤害我们的人 可能他们都是无心的 可能在那一边我们学习 怎么样 把纠缠着我们的 变成 让我们成长的养分 其实有时候 一些东西 甚至可能 我只需要一个微笑 就能够化解的 可能一些 纠缠在我们内心的一些 小小的误会 可能是和好朋友的 一些少少的意见不合 这样可能就 好久好久没有联络这样 这也有可能是有点少少的纠缠 很可能那个是 早上的一个 这个我听我妈讲很多 以前我妈就有去一起 一起 他们很多那些 他们的朋友 就是去打胎疾 健身 很多时候的就是 我觉得那个也是很纯真的 那个快乐 就是我今天跟你 就是有一点点不爽你 然后过两天 可能就是真的就是 他跟你打了个招呼 然后好像就没事了 OK了 其实有时候一些东西就真的 没有我们想象 我真的是踏出那一步之后呢 可能 真的没有想象出这么严重的 上个星期我看到有朋友呢 就是这个框是涂黑色的 我觉得也很不错 叫你们就以自己 喜欢的方式 这样把它完成 今天的禅礼禅呢 我就分享到在这里 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能把纠缠着自己的所有 可能是 不同的情境下的那个纠缠 真正的去看一看它 去接受那个状况 然后看一下怎么样去 解开那个状况 然后把那个纠缠 变成我们这个 修缠的缠 好嘞 我就把这时间再交回给 小魏老师 感谢梅子老师 这么有意思的一个禅与禅 那我们下星期还要继续 跟梅子老师来学习 舍与德 好 那面子室的朋友 我们下星期再一起 跟老师学习缠绕 明天我们同样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来关注 老爸老妈的心理健康课 明天呢 我们有黄玉婉 艺术疗愈工作者 跟我们谈感恩生命这件事情 两堂课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在这边呢 再一次谢谢 谢谢梅子老师的 Mitsu 我每次都念不好 Mitsu Art Studio 还有 日报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这个新纪元乐林管理学院 然后还有一些单位 我们都开始来跟我们一起联合直播了 我们欢迎更多更多的单位呢 不管是根人企业还是社团呢 都来跟我们联合直播 让这么有意思的这些公益 公益课都可以流传的更远 让更多的老爸老妈 阿公阿嬷都可以 就是一共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大家一起来活大老 学大老 学大老也活大老 好我们这边也再一次谢谢 凯蒂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谢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 我们面子书的朋友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咯 我们先在这边跟你们打住 我们要进入 我们要进入 Room讲坛的交流时光了 拜拜 我们出帮助 我们下班的交流会 这边不让我上班的线 然后我们来经过 前进入 我们下班的图 但我们下班的那边 我们下班的第一项 我们下班的第二项